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看上去就很凉快的蛋糕 如果喜欢,我们就点个关注开始吧 先用一毛钱买的塑料片,在蛋糕边缘先给它转一圈 表面再给它来个漂亮的一刀收 如果你没有三角刮片 你就可以像我一样,趁隔壁老王不在家 去把它锯了二十年木头的锯刀偷过来用一下 再把你家快过期的哈密刮果酱表面给它淋一层 这个一定要挤得均匀一点 避免中间有太多气泡 用刚才的塑料片再给它随便抹一下 再把昨天做蛋糕剩下的奶油装入表花袋 给它挤两条可爱的大蝌蚪 别问我怎么做的,我只能告诉你 你只要闭上眼睛一顿操作就可以了 再给它的表面喷点带颜色的香粉 让它在异性面前更加自信 再在它的背上几点给异性传达信号的天线 听说上帝造人的情景是这样的 是趁亚当睡着的时候 在他的身上取了一根肋骨造了女人 我们今天就取了他的脊椎骨 给他造了个伴侣 两人处对象没有个好的环境 怎么能行 我们就先把他们的新家给布置一下 一顿娴熟操作 你就能做出来一朵美丽的莲花 像我这种手残岛都能做出来 我相信屏幕前的你肯定没问题 先给它几个花蕊 再随便挤几片快要凋零的花瓣装饰一下 再给它来点迷人的香粉 这样可以让现场的气氛直接拉到满分 世界万物都是成双成对 一朵和花怎么能行呢 我们当然也要给它来两朵 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还是有些单调 我们再用我们的弯边玫瑰花嘴 再随便它几几片绿叶装饰一下 隔壁的王阿姨告诉我 生活要想过得去 头上必须带点绿 所以这么温馨的家 怎么能少得了绿色 再拿个装满绿色奶油的表花袋 边缘再给它挤上一圈绿色 这样是不是看上去温馨多了 再给它们画个4K的大眼睛 这样才能看清楚对方 避免它们谈恋爱到最后的时候说自己眼下 再给它们造点孩子吧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更加生动了 荷叶再做点装饰 这个荷糖月色蛋糕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个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